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女人,却让很多人痛哭流涕,相传她祖先是一神巫,蓝陵王及高长公元名,高校冠又名高速自长,公义自行祖及渤海迢迢,神武帝高欢之孙文乡,帝高成帝四子,生母不祥,南北朝时期北齐宗室,将领,一说为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五平四年英国士及家士,招致北齐后主高伟记恨, 背后主高伟,四四十年仅三十三岁早年蓝陵王,电视剧热播时其中的天女杨学武一角,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期间,她只想改变蓝陵王的命运,却无意间把自己推向了命运的终点,该剧讲述的为北齐名将蓝陵王争战杀伐的传奇一生,而杨学武则在剧中与蓝陵王上演了一段深情动人的爱情故事, 从而引起人们关注,我们都知道影视剧在制作中或多或少会进行艺术加工及历史改编,那么杨学武其人是否在历史中真实存在,过他的最后结局又是怎样的呢? 谈起杨学武,自然要从其生平谈起杨学武虽出身村落,但却并非寻常知的而是一处世外桃源,与其相伴为生的是他的奶奶,除此之外村落中便是为数不多的杨氏族人俱传,杨氏一脉为上古神乌,乌贤的后人,担任上帝与下帝之间媒介任务的人, 吕氏春秋物工,乌鹏作医乌贤作士,乌贤善古名医,商王物福作医,作乌物补辞衬衬衬贤贤物,据说他藏于占心术,又发明是补档,是神权统治的代表人物,以乌柱之方法预计反应,当时乌术与一道结合于一身的情况,从太甲至太武,中经七世国事件衰,他与一致协力整世正世之国有即使商朝一度中兴,在经历世事, 仓方后阳世家族所生活的地方逐渐与外界脱离,成为一处祥和宁静的世外之的乌贤,作为一代神乌法力超绝,其得已存世的后人中,只有杨学武的奶奶,继承了少许特殊能力及先知之力, 他的奶奶深知这种力量,一旦传到外界定然,会掀起一片腥风血雨由此,他并未教习杨学武修习此能力,反而谨教其绣花织布,采药致病但是,杨学武毕竟同为神乌后人天生,对于各类席门旁通充满好奇由此, 他日常生活中常读魂仪八卦,玄学巫术等各类奇门书籍随着日久,逐渐摸索出不少门道尽管杨学武头脑聪颖,但是初始阶段无人教习,总会在特殊能力上,吃亏他练习术法时,经常出错,要么将房子点着了,要么把族人给伤了,杨氏族人虽身在桃源之的,但是,对于外界大仙世界,还是有着无限的憧憬, 关于这点杨学武却没有丝毫兴趣,他所希望的便是永远陪在奶奶身边,而奶奶则喜欢他能够过得开心,嫁给村里的男人过着幸福的生活,但是杨学武,成天古到稀奇古怪的东西,村里的男人都必知不及哪里还能够嫁个好人家呢? 奶奶每当想到这都是心中无限的无奈杨学武,从未想过踏出这片土地,或者会离开奶奶直到意外的来临,他不幸卷入北州,被其两国战乱中成为宇文雍,与蓝陵王争抢的天女他自幼生活的村落,也未能逃脱,被图下场。 这一刻杨学武变得一无所有他的奶奶,族人一切都荡然无存在这种打击下,杨学武一夜成长最终决定,介入州,其两国的纷争,其实早在意外发生前,他的奶奶早就预料到州旗军队的到来,同样知晓自己命将不久已。 他曾嘱托过杨学武,将来切勿介入州,其两国之战,更不该与北方霸王相恋,尽管当时杨学武不知奶奶此话何意,但还是懵懂点头,直至州旗大军的到来。 杨学武方才明白奶奶当日之言,但她是一个不愿屈服命运的女子,或者说她喜欢上了其中一个人即蓝灵王,为此她依然选择介入纷争,用尽全部心力挽救蓝灵王的命运。 那么历史有杨学武,这个人骂杨学武结局如何,在中国正史上并没有杨学武此人影世纪的杨学武形象,只是虚构添加的人物。 在真实历史中蓝灵王仅有一期一切期,魏正妃谢则是北齐皇帝赏赐与他的丫鬟,至于宠不宠爱,并没记载在蓝灵王。 小说中杨学武怀上了蓝灵王的孩子在得知蓝灵王有难后,他无论如何都要回北齐去营救蓝灵王,当时蓝灵王在北齐威望极高,引起了北齐皇室的警惕高伟帝。 为了引出蓝灵王对外放出消息称,要动用全国之力进攻北周,百姓闻此人心惶惶,蓝灵王料到这只是高伟的引君入瓮计谋,但为了全国百姓,他仍然冒着危险深夜,潜入皇宫闯入高伟,请便要求其撤回赵令。 对于蓝灵王的闯入,高伟并不意外,世人皆知,蓝灵王心性,善良此次冒险入宫自然可以理解。 高伟内心早已施定蓝灵王,早在其闯入之前,便在宫外部下重重伏兵,待蓝灵王踏出宫殿的一刻周围,便会万箭齐发,将其避于宫内。 然而蓝灵王可非成人,早已洞悉周围一切,在他发现伏兵之后对高伟彻底失望赤言趁其不配魏皇帝,举刀砍下高伟一缕头发,便转身离开。 但是蓝灵王一出城只见二剑齐飞,蓝灵王在剑雨中不顾生死的驾着马车,冲出了宫外阳学武担心蓝灵王的安危,拼了命想去见蓝灵王最后一面,但是宇文户却不能让他那么做他答应学武。 若蓝灵王真的死去,他一定亲手统一北朝结束北极高伟的暴政,实现他答应蓝灵王的承诺让北朝太平可视。 此时的杨学武早已下定决定与蓝灵王共存王。 参考资料,北齐书,卷武帝纪第五,电视剧蓝灵王,历史上的蓝灵王。